欢迎两位 今天是您要来的是吗 对 什么时候办的婚礼 1月6号 2018年的1月6号办的婚礼 对 本打算领结婚证是吧 是 但是因为一个婚礼之后 就有点打退堂鼓了 是这意思吗 对 男生怎么不说话 我更多是愧疚吧 这个婚礼怎么了 就是我们两个 就在一起两年多了 然后年龄也不小了 家里别人就催着结婚 我们想先把婚礼就办了嘛 然后就是那会儿 他认识婚庆公司比较多 那这些事交给他去做了 他就跟我说说 媳妇没问题 这事交给我来办了 你就忙你的就可以了 我就把我的要求 给他大概讲了一下 但是那段时间三个月嘛 然后三个月中间 他基本上懒懒散散躺在家里边 床什么都不干 我就开始着急 我催了好几回 我说是家里结婚事 你弄得怎么样了呀 然后他就说 没事你不管了 我干这一行呢 我还能弄不好咱俩婚礼了 你放心吧 那我心想着呢 就让他去做吧 那我就不管了 我就忙活我的吧 结果我一月六号结婚嘛 然后一月四号的时候 我说那我总该看一下 婚礼现场效果图 结果他说 他四号才开始给我做图 之前我给他说 就是我想要那种 言误蒙蒙的感觉嘛 就一辈子就一次 希望自己能 漂漂亮亮地穿着婚纱 一束光就打到我脸上 然后舞台从底下升起来 音乐一响起 舞台要从底下升起来 对 因为我们是做这个的 就比较简单其实 然后我觉得就给他 大概说了一下我的要求 我就想着他 会给我一个惊喜 结果到六号那天 洗没了全是惊了 就整个惊到了 怎么了 婚礼现场什么都没有 就跟年会一样 而且整个就是黑色主题的 我要的什么气球呀 然后想要的那种烟雾机呀 什么都没有 然后连合影区都没有 就是一个舞台 干巴巴的黑色舞台 然后就是这样子 什么都没有了 也没什么呀 高兴就行啊 对不对 我觉得我想要一辈子 就一次的东西就没有了 我就问他这些东西 怎么回事 他那先结婚再说吧 到婚礼结束之后 我才知道 就那天他把这些事 全部交给舅舅去做了 然后就因为那天 就我们那边 下了特别大的雪 然后舅舅就在 那个高速上面 就出车祸了 然后整个车就已经变形了 我当时特别担心舅舅 到两三点的时候 我就过来 我说是 他舅舅是吗 对 然后就家里边就非常伤心嘛 然后我就看舅舅就整个人傻掉了 人没事吧 人没事 但他傻掉了 就跟他说话 他就不知道怎么办 就高速被吓到了 就婚庆的所有东西都没有拉过来了 就这些东西都没有了 我就觉得特别愧疚 我觉得他如果这些事之前全部做好了 如果提前看夏天去预报 哪怕这东西不要了 我们就不会这样子了 我就觉得特别难受 这事不也过了吗 而且不是主观故意吗 就算了就好好的过日子呗 对啊 我是这样想的 就当天晚上我说是 那这事过去了 我不跟他计较 但是这个车是我们借的 我们要给人家赔 包括婚庆的很多东西 我们都是要给人家结账的 我说晚上咱俩商量一下这些事 我就说跟他聊一聊 以后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结果他倒好 我跟他说话他不理我 就好像这事跟他没有关系 他压根没上心 之前安排婚礼上的 一些细节上的东西 是因为突然下起了大雪 然后高速所有就疯了 好多前期安排的事情 当天已经很难去完成了 婚礼结束之后 大家都挺累的 他在找我谈心 我知道他脾气不太好 所以说我是有意地在 回避这个事情 我不想因为这个事情升级 而牵扯到我们之间的一个感情 但这个事确实实在在地升级了 是吧 我觉得他就是不上心 一辈子一次的婚礼就这么 没有了 我策划了那么多场婚礼 结果到自己的婚礼 就是那种黑色的 跟噩梦似的那种感觉 再也没有办法回去了 黑色也庄重嘛 以后等有了宝宝 给宝宝办摆天的时候 摆生日的时候 你们再接机再办一场 这事也就过了嘛 日子很重要嘛 那都是形式上的东西 对不对 而且舅舅出了车祸 人没受伤 我觉得这都是好事 你知道吗 对 这事过去了 但是我就是觉得 他这个人不上心 然后我就觉得 就是想起以前那些事 他不把我当回事 就以前很多事 最开始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你现在开始找钱账了 是这意思吗 就我觉得他不上心是有原因 他一直没把我当回事 从最开始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然后就是 他从来不给别人说 他有女朋友的 就是在一起半年了吧 我说想发个朋友圈 宣示一下主权呗 然后我就亲了他 我说这张照片还不错 你发个朋友圈 大家都知道知道呗 然后他就迫于我的强迫之下 他发朋友圈了 人家发了怎么叫强迫呢 你也是 对 他很不情愿 结果发了之后 就底下评论一大堆 评论一堆也就罢了 就他妹妹底下 说了一句话说什么 你这样子 我嫂子看见会生气的 那会儿我没有见过他妹妹 我不知道他妹妹说 这个嫂子是谁 我就很诧异了 我妹说这个话 我也很诧异 我都不知道她发 我妹妹 就当玩笑了 这事也没法追究了 但是这个女生心里 就不舒服嘛 对啊 就没有这个人的话 怎么可能他妹妹 后来怎么解决的呢 然后他就说 他就说是我想太多 太敏感 这事就过去了 行 那我没有证据 没什么好说的嘛 然后结果有一次半夜了 结果女孩给他发微信了 我就说怎么回事这么晚了 我就说那我帮你回呗 我就说了一句 我跟我媳妇吃饭呢 怎么了 然后我就还发了个怎么了 想着女孩会回 结果那女孩一晚上没回信息 一天夜过去了 也没有再说话了 挺好的 然后我就很诧异 怎么发现突然发信息 又突然没声了 我点开她的朋友圈 看就发现 那女孩这样把她拉黑了 就因为我给她回复 那样一句话 女孩把她拉黑了 拉黑还不算 她其实是把那个女孩 就屏蔽着 就她之前发的 我们两个照片 所有东西 那女孩是看不到的 等于说那女孩 就不知道她有女朋友的 就是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俩刚认识半年的时候 有这儿我们俩闹分手了 然后中间就认识 这个姑娘了 我跟她没有任何事情 我也没有给她任何承诺 就我们俩之间 就说白了根本就不熟 然后我当时也在 极力在挽回她 后来我跟她就复合了 这姑娘我就 压根就没有再联系过 事后过了好久 我也很差异 她为什么要 突然跟我联系 就是她把我拉黑 这个事情 我也很差异 那个女孩 为什么会把她拉黑 就是很奇怪 让她还不想人家 看到她发的朋友圈 就是有问题 我把那个女孩屏蔽 是因为咱俩那时候 在闹分手 不让她看到 我当下的状态 我承认 我当时是有私心 但是我当时一定是 极力在挽回你的 那你觉得你这样子 留后路合适吗 就是太敏感了 不是 姑娘 你应该在办婚礼之前 你找这些事 你不能说婚礼办得不顺利 你倒找这事 就因为以前 她说这些话 我都相信她 我觉得没什么 但是我觉得 她连婚礼都不上心 就是因为不上心 我才觉得 她以前这些事 全部都是事了 我觉得以前 没觉得啥 这个逻辑是对的 听明白了 我一直都这样 而且她除了这些 就跟别的女生 说一些很过分的话 而且包括她 就是删除聊天记录 通话记录 所有记录 就全部都删得 干干净净的 就不知道她到底去哪了 我打电话 就是每次她会 给我先打电话 打完电话之后 过一会儿我再打 没有人接了 她每次回电话 不是在洗手间 就是回家才给我回的 我根本不知道 她到底去哪了 我的习惯是 经常会清理一些 手机的内存 我现在也经常会 删这些东西的 她手机跟炸弹一样 我一碰 她就赶紧把手机拿回去 就开始摆弄手机了 给我的时候 就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而且她说这个是习惯 好 我可以理解 就作为她的女朋友 我觉得她可以 就是在乎我一点 对我上心一点 我就发朋友圈 她每一条都不评论 不点赞 跟没看见似的 然后我就打电话 我就说是 我发了什么朋友圈 你看一下吧 人家说好 我知道 然后挂了电话 还是没有评论 我以为这也是 她的生活习惯 结果有一天 我俩坐伙子出去玩的时候 我就看她给一个女孩 朋友圈评论 我就很评论 她不是不爱评论吗 我就拿她手机过来看 我才发现 就全部是她 跟那女生的那个评论 朋友圈的互动 就特别密切 人家说什么 就每一条朋友圈 全点赞 你知道 我们就全部点赞 而且评论的那个话 真的是 女生你好美啊 吃饭了吗 我好想你啊这种 就是这种话 我就真的特别难接受 你知道吗 我是她女朋友 还是人家是她女朋友 她根本不关心 我的生活状况 别人说什么 她就是什么 甚至她会画画嘛 她就是朋友圈 发一张她自己的作品 我评论人没回 没看见 然后女生评论个什么 你帮我画一张自拍相呗 然后她就说 没问题 你要做什么 我都满足你的要求 我当时就真的是 我是你女朋友 还是人家是你女朋友呀 她把我当什么呀 不是 后来 她怎么把你搞定的呢 这事发生之后 她怎么把你搞定的 老师你听一下 她怎么解释 我觉得真的很可笑 我承认这件事情 是我做的不对 但是我当时的想法 真的是 只是单纯地逗个闷子 开玩笑 没有太过多的 其他的乱一八糟的思想 不是 你们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不重要 重要的是就是 她反正解释 你当时信了 对吧 那我觉得 我不信没有办法 我没有证据 就是我没有其他的证据 只是她那样说 你那个时候特别在乎嘛 是 但是你还是要跟她结婚 那是为什么呢 这是我好奇的 因为她脾气很好 脾气好 然后这样平常的话 对我还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的 因为我比较知道 我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男生 我脾气不好 我就想要找一个脾气好的 跟我在一起 然后就觉得她脾气好吧 而且每一次 我就那种一点就炸 就很生气 她就是那种灭火气 就把我能哄好 然后我记性又不好 她每次混完之后 把我引到别的话题 我就把吵架这事我就忘了 就是因为结婚的事 我才把这些一件一件事 想起来 我才觉得她好像不在乎 结婚是个要引子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 除了她跟其他的女生 比你们互动得更密切 现实生活里怎么样 对 不止是这样 而且她还给人家发红包 就过年的时候 给女生发红包 发红包也就算了嘛 六块八块你随便发 人家发什么五二一 大家都知道五二一 是什么意思吗 她就给人家发五块两毛一 所有女生统一发一遍 她给我都没有发的那么钱 只要是女的过年 就是五二一 我说六块八块你不能发 她不给你发是吧 她给我发的很少 我给她发红包是这样子的 她要求我每天给她发 但是我这人有点懒 我可能给她发五二一 或者一三一四 我想是隔一段时间 就不用发了 她的意思是还坚持让我发 有一阵我确实坚持在给她发 但是呢 我给别人发这个红包 绝对没有别的思想 一是习惯了 二是有一阵 我觉得五二一 这个红包特别流行 我发现过之后 我跟她说 我说你再别给人发了 别的女孩会误会的 这样不好 我说你不要发了 结果到情人节那天 有个女生发红包给她 发了一块两毛五 说你反着给我发过来 人家就特别听话 就给人家发了五二一 就给人家又发过去了 还是在情人节那天的 这就好像有骗钱的嫌疑 我但凡发的红包 不是随随便便找人发的 一定是在工作上 或者在一些社交上 有一些交集的人 我还才会发的 她除了这些 就是跟女生 小打小闹互动以外 她说谎 她就是用家人 做挡箭盘 就是之前她跟我说 有一次她要加弹聚会 我说那你去吧 那会儿我跟她 不是说特别的 就跟家人 还没见面的时候 我说那你去吧 我就不方便去了 我当时就觉得 有点怪吧 然后我就打电话问她 我说是 那你晚上吃的是什么呀 她要吃烤肉 我就寻摸着 我说你带奶奶 吃路边套的烤肉 这不合适吧 我就觉得这事有蹊跷 我说那你发一个视频 过来我看一下 人家发了一视频 一桌子人在吃饭 没有奶奶 没有妹妹 没有她所谓那些人 我就问她 我说奶奶 妹妹 人呢 她说他们吃完走了 我说那怎么这一家人 没有一个我认识的 她说什么 她说我们家人 你还都能认识齐了 然后我就觉得 这事很怪吧 等她回来我就问她 我说是 那你到底去哪儿了 人家还特别生气 说什么 你不相信我了 你不信你跟我妹打电话 我就是跟他们去吃饭了 还怪罪我 然后我当时就问她 我说你们在哪儿吃的饭 她说在西郊 我说好 我当时留了个心眼 我给妹妹打电话 我说是 妹妹 是不是跟你哥吃饭去 她说对呀 我跟我哥去吃饭了 然后我就说 那你们是不是 在你家楼下吃的 在北郊吃的 然后妹妹说 对呀 我们在北郊吃的 我电话一挂 我还没说话 她来去查 看你冤枉我了吧 我是不是跟我妹去吃饭了 然后我听这话 就明显知道 她俩是商量好直 没商量好细节 怎么听出来的呢 就是我先问她说 在哪儿吃的饭 她说在西郊 然后我就问妹妹 是在你家北郊吃的饭 她妹妹说 人家还理直气壮 说是我听错了 说不幸咱们三个 再对治一番 那我没有证据了 那这件事就过去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 她到底干吗去了 但是我觉得这事 就是有问题 好累呀 到底是西郊吃的 北郊吃的呀 我觉得她就是没有 跟家人吃吃饭 我知道她脾气不好 然后呢 她平时呢 也不喜欢我 跟我的那些朋友在一起 因为我在不认她之前 已经习惯这种生活了吧 每次玩玩玩的后半夜 她呢就觉得 跟这帮人在一起不合适 然后我出去呢 也没敢跟她说 想着留点 自己的小空间吧 这件事是我的不对 我承认 但是我绝对没有 说是恶意吧 我不相信 没别的了 不 还有 还是拿家人做挡箭盘 还是这种事情 还是在说谎 有一次我们晚上玩到九点钟 她把我送回家之后 她也回家了 她就跟我说说 我累了 我要睡了 我说她平常十一二点睡 怎么九点过时她要睡觉了 我说是不是生病了 我打电话说关心一下她 打第一电话没人接 我说是不是睡了 然后打第二电话 她给我挂了 打第三个电话 直接就关机 我说这怎么回事 不会出事了吧 我就赶紧打车去他们家 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去了他们家 这倒好没人 跳了半天门没人 我就回家就很担心 担心一夜我都没睡觉 第二天她给我打电话回来 人家说奶奶生病了 然后她妈让她去医院去看她 我就问她哪个医院 人家还直接能给我 说出一个医院来 我说那我看看你们的记录呗 说妈妈给打电话记录 然后人家就说她删了 她说他们用的是 微信语音聊天 那这事就过去了呗 她这么说我没证据 没办法说呀 结果到半年以后吧 我才知道 就她妈妈根本不会 就在外边上微信的 因为害怕流量嘛 老人家害怕浪费钱 就根本不可能 跟她用微信聊天的 所以我就问她 我说那什么情况 这漏洞百出的 人家还在给我在那解释 解释半天 解释不住了 人家才跟我说 说什么 她跟她朋友去喝酒去了 姑娘累吗 挺累的 她说过一句话 她以前说过说什么 我是她认识姑娘里边 最好骗的一个 就我俩才在一起的时候 她说什么我都信 我觉得没有问题 就是这样子 我就一直觉得 她其实挺爱我的 假说这次婚礼 是特别圆满的 办完了 这些事是不是也就过去了 这件事其实之前 我觉得我之前 是能过去 对 就是因为 我觉得一辈子一次的事 她都这么不上心 我就觉得她心里没有我 不把我当回事 我就想想以前 我就觉得她好像 从来没把我当回事一样 所以说现在 你不想领结婚证了 是吧 对 我现在不想领结婚证了 这个婚就不想结了 是这意思吧 对 我希望老师们能劝劝她 因为我特别喜欢 劝她什么呢 就劝劝她 就是她这些事情 我觉得也算是 劝劝我自己吧 因为我自己也是比较纠结的 我比较纠结 因为我觉得 我挺爱她的 然后她也是 我小的那种男生 她的性格脾气 是比较好的 就是平常 我说什么她也会听 就她可能婚后 还是喜欢出去玩 跟她的这个好哥们 你同意吗 我不太同意 然后你为了让她开心 你还会骗她 对吧 刚刚说的所有的一切 至少是在一年半以前发生的 至少我觉得这一年当中 都没有过了 都没有 我为了她 我连烟都戒了 至少我觉得 我还是有改变的 这你可没跟我们说呀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就相当于是 你们交往的 前半年是这样的 半年之后的一年半 人家都改了呀 她没有改 她就还是那样 只是我不想去管她了 我不像以前 会看她手机了 我觉得有点累了 不翻她手机 我反而轻松下来了 我觉得只要我不看见了 这些事我就当没有发生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只要不要太过分 我觉得就可以了 毕竟她的脾气比较好 各方面比较符合 我想要找未来老公的 那个样子的 所以所有的触发机制 就是一场婚礼 对 蝴蝶效应嘛 这是他们家的蝴蝶效应嘛 事儿很大 那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呀 就她现在整天都在逼我 领结婚证 就是我希望老师 帮我劝劝她 不要再逼我了 我暂时没有想要领 结婚证的这个打算 就是你想再看一看 是这个意思吧 对 我也希望老师 能给她大概说一下 因为我特别热衷 咱们这个节目 很早以前 我就说我让她要来的 她说你觉得我上去 我会跟老师说实话吗 然后我就没有说话了 然后就已经到现在 这个很尴尬的一个局面了 我觉得必须要来解决一下 这个问题了 有勇气接受分手吗 有 如果分手你能接受吗 我不能接受 因为我觉得爱情发展到 一定层次会变成家人 这是我的家人 所以我觉得我 不能接受实际上 好 我就在想另外一个生活场景 你是不是特恨那场雪 要没那雪 现在一切都好 婚礼是女生想要的 童话般的婚礼 你也如期地 你们俩领了结婚证了 好像生活就这么平静了 但是可能对女生来说 那场雪下的还挺好的 反思了 开始重新看这段情感 老师们会怎么看呢 一起进入秋比特分卷 我常觉得遇到这样子的事情 或者是案例 我都觉得 现代人谈爱情的标准 已经这么低了吗 你结婚的门槛是 这个男人是你要的 对吧 那你要什么呢 你要一个脾气好的人 对吧 你知道光是咱中国 那13亿到14亿人 我们分一半好了 一半男一半女 好吧 那男人里面我们再捧一半 一半脾气好 一半脾气不好 起码有三亿多人 是脾气好 你要不要都嫁呀 为什么结婚这件事情 最后会建立在 他脾气好 反正呢 他能配合我就能嫁呢 这不是一件 很恐怖的事情吗 脾气好 绝对不是唯一条件 对吗 你在意很多事情 要不然今天 你就不会站在这儿了 你今天站在这里 就是因为他除了 脾气看起来还好 其他都不好嘛 对吧 你犯了一个 很多女生 都会办得错 我们常常会替 我们喜欢上的那个 表现得很差的男人 找一个出路是 我给你一次补考的机会 如果你这次考好了 我就当你前面都没错过 但你得考好啊 在你 聪明面孔笨度长 聪明面孔笨度长的姑娘 很难被说服 因为她觉得自己懂 但是你真的不懂 你和她谈了两年半恋爱 半了喜酒 我用八个字来形容你们 叫你不知我 我不知你 她也许知你 但她不敢说真话 但是你不知道她 你没有看懂她 你觉得自己懂很多 看到了所有的表面的现象 了解了一切 然后你又觉得 我知道我自己要什么 我要一个这样的男人 脾气好的 对我好男人 所以为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甚至可以选择 做鸵鸟 我可以不在乎过程 那么你有没有想过 那个过程或许证明了 你要的那个结果是错的呢 有想过这一点吗 婚礼这件事情 其实证明了 以往过以来 其实你心里面应该有 感觉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是她的女朋友 但你不是她的女神 你是她的女朋友 你是她放在家里面的 她也需要家里面 是有一个老婆的 这个老婆要非常的好骗 这个老婆要非常的愿意 做鸵鸟 你正好是 所以她其实跟你说实话了 因为你很好骗 说的是很清楚的 所以最后我能够提醒你的 只有一件事情 你说过 我是一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 好 重新审视一下自己 你是不是真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你想要的那个结果 是不是对面这个男人可以给你的 这个男人曾经在过程里面 表现出来的所有 会不会证明你对她下的那个判断是错误的 就想这一件事情就够了 在专门里面 你仔仔细细地去想这件事情 不要去想我们已经结婚了 不要去想这两年半 不要去想过缓60秒 她会对你说的任何一句话 只想这个事情 是不是我想错了 谢谢大家 我其实今天看见女生的时候 我对她印象非常好 因为在整个的表述过程当中 讲到婚礼的那一段 她只是气愤 但是提到舅舅 受伤的时候 她声音有一点哽咽 她很心疼她的家人 然后包括说 那个车我们撞坏了 所以我们要赔 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一个女生 形象好气质家 人又善良 我觉得你可以有很好的选择 就像前面两位老师说的 你对面的这个男人 你的未婚夫 他现在有一棵树 但是他依然怀念着整片的森林 就像他私底下 在跟你交流的时候说 啊 尚爱宝 你觉得我能跟老师们说实话吗 他还是有所保留今天 跟我们讲说 我屏蔽那个女生 我跟他没什么的 你总说他不上心不认真 他多上心啊 发条朋友圈都会记得说 哎呀 我得赶紧把这个人屏蔽掉 多认真 所以他哪有不上心不认真啊 然后说 521我也没觉得这个数字 有什么问题啊 我发给他也是发的1314啊 什么什么的 对 你知道发给他的是1314 说明你对521这个数字是有概念的 但是你还是要这样去发 逗个闷子 他看到的是这一个 其实我觉得应该不止这一个 男人有的时候就是可能会撒谎 但是撒谎 不要老拿自己的奶奶妈妈妹妹当挡箭牌 因为他会造成说 将来你媳妇跟你们全家人 都会有问题有矛盾 无论你将来娶的是不是她 都不要再拿自己的家人 作为欺骗和撒谎的理由 这姑娘也是 傻 她很多事情之前都已经表现出来了 你还愿意跟人结婚 你今天来我也知道 其实你还是归根就底 想跟她把这个证扯了的 但暂时不要 她的考验期 我觉得不是一个月两个月 能解决的问题 我建议时间是一年 给到你们的爱情建议就是 分清东南西北 不要再搞那些什么西郊北郊的事情 面前的这个 才是你生命当中的唯一 好吧 祝福你们 好 谢谢作严老师 这个男人最大的问题 是三个字 无所谓 人生的堕落就来自于无所谓 而人生的希望就在于有所谓 他太无所谓了 我太无所谓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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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态度表明的是暂时不领政嘛 所以还有机会 用心好不好 我这次拿花上来 我也没想着 有太好的结果吧 之前做的那么多事吧 如果换我的话 我可能也会不出来的 只是想给大家一些补偿 想把这束花送给他 去吧